大家好,我是KyoKyo 今天要找三個文型 為甚麼呢? 現在你就知道了 我們先看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 にすきらい 前面是動詞或意義用詞的普通型 な用詞跟である 名詞或名詞跟である 表明是指不過 Tradu 做實 kyo Square 表明是整理性的 我們見て這裡的例子 宇宙無詞 於是我理解到的 是一個小部分 所以大家看到這個文型的時候 記得它表情度很輕 是只不過某某某意義的意思就可以了 如果是我去記的話 這個SUGI是過量的意思 NAI是否定 大家就可以將它的意思平衡 是不過量的意思 不過量另一個意思 中文是什麼呢 就是小量的意思 然後今天要講的第二個文型 就是Ni so inai 前面是動詞或者i的用詞 普通人 na的用詞或者名詞 於是斷定 即是一定什麼 肯定什麼什麼 這樣的意思 這裡常用於這個書面語的 例如我們看看這裡的例子 人生共に血液型型が多型 生まれてくる子供も多型 Ni so inai 父母的血型也是O型 所以生出來的寶寶 肯定也是O型 這是一個肯定的事實 即是說 說話的人非常有把握 的時候 就可以用這個文型 然後今天第三個要學的文型 跟剛剛那個意思是完全一樣的 就是Ni jigai nai 前面也是跟動詞或者i形詞的普通型 na的用詞或者名詞 表示斷定一定是什麼什麼 肯定是什麼什麼 這樣的意思 即是說 跟剛剛這個文型 是一樣的 嗯 我的技法 就是大家看到這個圍詞 後面跟nai 對 這樣的時候 你就記住 是有一定 肯定的意思 就可以了 我們照顧一下這裡的例子 いくら探しても携帯電話が見つからない どこかに落としたに違いない 不過呢 我怎樣找呢 都找不到這個手機 肯定呢 就跌了在哪一個地方 以上呢 就是我們今天要問的文型 應該都不難的 因為有漢字 我覺得我們香港人 或者中國 或者華人的朋友 學這個日文相對上 都比較容易 因為我們本身懂一些漢字 在這個答事題的時候 也有這個絕對的優勢 我們今天的溫習就來到這裡 如果你想跟我一起溫習 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溫三字卡 記得去追蹤我的IG 想看多些日本香港資訊的朋友 就記得去我的Facebook page 我們明天再見 じゃあまたね 拜拜